啊 在一个昏暗窄小的房间里 我的父亲躺在窗下的地板上 他穿着白色的衣裳 身体显得非常直肠 他那双光着脚的脚趾 奇怪的张开 诶 你在笑什么呢 我爸 我儿子或者是我女儿到时候普通话讲不清诶 听你这样的抬叫 他那双亲切的手 安详地放在胸脯上 手指侧弯曲着 他那双快活的眼睛紧闭着 就像两枚圆圆的铜壁 善良的脸色发黑 难堪的痴牙涅齿 使我害怕 哇 母亲 穿着雪白的睡衣 跪在那里 为什么跪着呢 他用黑色梳子 把父亲那长长的柔软的头发 从前梳到后脑勺 那黑梳子是我喜欢用来继续挖皮的 母亲不停地说话 声音沉厚而又沙哑 灰色的眼睛总得像融化的似的 流着大滴大滴的泪水 我想问你为什么要哭 外总部拉着我的手 他全身圆滚滚 哎哟 你们 哈哈哈哈哈哈 你别见我 真的 他是这么写的 大脑袋 眼睛也很大 这什么书呢 这个做胎椒不行啊 这个什么胎椒的 这个哪天懂啊 我那儿子和女人哪天懂 这玩意儿我都看不懂 你看不懂并不代表他 将来看不懂吗 哎呦 我 我的书 我的书你给我说到哪儿去了 你要问谁敢动你的 你的小故事大道理吗 随便说一个吧 宝贝啊 听好了啊 智者已 愚者 你看 我的肚子在动了 喂 真的吗 抵我几下 泰勒斯是古希腊的一位大哲学家 据说他博固通经 多才多艺 无论天文 地理 哲学 几何 他均兴趣浓厚 且成就非凡 一天晚上 泰勒斯在散步时突然发现 空中的星星摆成了一个有趣的图案 于是他便小的兴趣地观察着星星继续前行 由于未曾注意脚下 在路的拐弯处 他一下子跌进了树坑里 当他带着满身泥巴爬起来时 旁边一个无所事事的小青年 哎呀哎呀 他说爸爸你念什么呢 听不懂 慢慢听 旁边一个无所事事的小青年 你自称通晓天上的东西 却不知道地上的东西 跌进这个树坑里 弄了满身是泥 就是你的知识 给你带来的荣耀吧 泰勒斯看了一眼 幸灾乐祸的青年 平静地说 当然 我是站得太高了 所以才有机会跌进这泥坑里 就像你这种不学无数的人 整天只能躺在泥坑里 自然是享受不到我这种自由了 小青年一听 顿时面红耳赤 到底是什么 在一个 不 在某一方面突出的人 总会在另一方面显得欠缺 因为 当一个人太专注于某种东西时 他总是 再难分心去注意 去注意其他的事情 听到了吗 这个道理听到了吗 听懂了吗 到此为止吧 今天到此为止了 可以了一个慢慢消化吧 说得非常有道理 当一个人 太专注于某 某一样东西的时候 他总是 再难分心去注意其他的事 就好比我现在一样 你叫我干啥我都不愿意 我只想跟他多读一点说 不要像他 不要像我一样 连个字还不认识 这多么的可悲 嗯 那也不至于了 只是一个字不认识而已 有很多生编字 有很多人不认识吗 这个字我要认字认半边的话 我只能读 耶 一个提手旁一个椰子 啥的字 我都不认识他 请坐吧 音乐都停了 这个是检查的什么玩意儿呢 嗯 就是照避操啊什么的啊 是吧 雪叶 流便雪是什么玩意儿呢 全雪糕 哦 那个是抽雪的 抽了十几缸 我的天哪 哦 好多叶吧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新建图啊 嗯 它有做新建图 痘性心率是什么玩意儿 没问题的 这个新建图 你不是看得懂吗 哇 这是什么 这是你肚子吗 哦 照着肝胆 肝胆一皮啊 嗯 它有一个 肿的B超照了好久 看看 肝S8段 强回生团 考虑肝内 钙化 肝与 胆管结石 相 见别 嗯 这个是有问题啊 没有 它说怀孕的人都会有一点点没事的 哦 就吓我一跳 是怀孕的时候有一点点这个嘛 以前又没有 这种 哇 这个挺多 这么多啊 全都是抽血的结果 这些 哦 乙肝这些剪上了是吧 什么都要剪 阴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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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五项啊 不知道啊 你看好多 你不是看得懂吗 哦 乙肝两对半啊 全部是阴性 那肯定呢 有问题我还能这么淡定的做这里吗 那真的是 哎呀 手太滑了 丙行肝源抗体阴性 丙行肝源抗原测定阴性 这阴性是没问题的 嗯 哎呀 不是手不滑 手滑 你又看不懂 这都没问题的 我看看你哪像高 啥的 你看这么多 不好意思 没有一向偏高 什么都不偏高 你再说没有吗 没有 白细胞就偏高了 没有 他有时候他早上空腹去抽血嘛 那有的时候 有点喝点水要怎么样 他这个没什么优势 他会跟我讲的嘛 嗯 高脑0.13 这个 哎 他有时候有一点点的嘛 红细胞偏低 你不要乱在这里面好吧 吓死了嘛 他肩头往上面朝的是高啥 往下面朝的是低啥 这我不懂的 你当我白活几十岁啊 哎呀 这没什么好看的我觉得 他说都没问题 医生就直接把这一打给了 还看什么呢 嗯 还看什么呢 放放放 唐室赛查 嗯 免费赛查 这是二期的 哦 对对对对 小朋友很大的时候 二级产前超生检查 仔细看那个图片里面啊 是谁在里面哦 胎儿大约 啊 胎儿大小约二十周左右 建议定期复杂 嗯 这哪看得见呢这个 你仔细看 哎 是不是小手啊 哎 他怎么是痕子呢 他到底睡觉 头为一百八mm 富为一百五mm 什么什么 什么骨肠还是 三十三 五不生十字啦 这 这骨骨肠啊 应该是骨子吧 一个月子旁 这边一个什么什么 一个骨吧 哇 这个东西 好好看看呢 哈哈哈 很可爱那种很激动 不是 你要到现场 看到那个超声玻璃 出来的你才 你才那感觉 现在看图片 没那种感觉 我觉得 这太神奇了 为什么他这样子 在睡着呢 啊 那我咋知道啊 他为什么要睡觉呢 对啊 他一般 去做的时候 上午的时候睡觉 啊 他有时候上午啊 你看我去做检查 上午的时候在睡觉 他有心律 一百四十六次每分 心律齐 在他不要睡觉了 睡什么觉 在他起床 读书 在他起床读书 音乐 起 又读了 读 读 这不好跟他读书吗 啊 镜子与窗户 李秀才有一间小书房 那是他最喜欢的天地 某天 他忽然因为小书房太小 而苦劳起来 怎么办呢 他想一想 决定在书房四周 这种 相上禁止 果然 自从相上禁止 李秀才觉得书房开阔起来了 不料 没有多长时间 他便又觉得书房小了 而且 好像越来越小 别招好吧 人呆在里面 简直压抑至极 简直压抑至极